入境7天酒店檢疫改造3加4 星期五生效 新安排在星期五即是12日開始 新消息一出 已經不少人在計劃去旅行 不過還有些事大家要留意 但是不能進入在疫苗通行證 有主動審核的表列處所 即是這些地方就不可以去了 還有院舍、學校和指定醫務處所都不行 在出外期間是不能參與任何除去口罩活動 而出外的在每日快速的抗原測試陰性的情況下 是可以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上班和進入商場 百貨公司和街市等等 入境人士在大港當日 第二、四、六和九天要做核酸檢測 每天要自己撩備直至第十天 而今次政府也順勢推賣紅黃馬 確診者是會給他一個紅馬 是禁止離開隔離的地點 而非確診者是會給他一個黃馬 去管控他在醫學監測期間的活動 紅黃馬會在完成規限的時候 自動轉為正常的藍馬 而紅黃藍馬會在安心出行的手機應用程式上展示出來的 有記者問到行會成員曾經提出 密切接觸者都應該給黃馬 我們是未能夠引進到核酸檢測 所以這個數據方面 我們是未可以有 而容許我們作任何的決定 所以在這個階段是沒有計劃 去將黃馬擴展到本地的密切接觸者 這個記者會原定上個星期五開 單臨時取消 早前有消息指 是因為李家超和盧寵茂 在安心出行引入紅黃馬方面談不通 對於在坊間有不同的訊息去作喘測 我是不評論的 那是否代表放棄與大陸通關 李家超強調 香港與國際接軌 與大陸通關之間無矛盾 無論如何都會感受到 原來是有另一個記者 平民會不承諾 我但可以不承諾